海外网5月28日电台没抽,解放军红军两架06K型轰炸机,于25月凌晨首次夜行绕台, 而台军当时正准备实施汉光34号演习的导弹蓝杰克沐浴园,引发台防务部门一阵紧张,据台湾联合报道,上周五25日凌晨,解放军两架轰6K于幅小时分穿越巴适海峡,飞抵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上空,在京工部海峡游东海返航,创下首度夜行绕台记录, 而台军当天正实施汉光34号演习的导弹蓝杰克沐浴园,报道称,由于解放军经济航路,距离恒川半岛不远,抵达时间约为清晨五十,距离台军开始管制空运仅两小时,引发台防务部门一阵紧张, 据称,台方目前正在琢磨解放军此举是未骚扰还是刺探,根据台海群署与夜署发布的管制通报,台军演习范围,包括海湾东南海岸至绿岛之间,以及俄拉比以南的海空域,时间是5月23、25、19日,以及演习正式开始后的6月5日,突围台与夜署发布的管制范围, 台媒称,这似乎显示,台军前面几天都只是程序演练,6月5日当天才会真正发射导弹,不过报道提到,台军实际演习范围内,只有一天管制,不符合台军方一般保留预备日的习惯,依据台军方本力来看,也可能故意延迟到发射,前几天再公布新增管制时间,因此不能确定台军一定, 在6月5日当天室射导弹,据报道,台军今年韩光34号演习,敌士兵队抗科目,将于6月4日至8月举行,而去年重新淹回台空军的防空导弹部队,将是蔡英文的巡视重点, 台军方规划,蔡英文将于6月7日,抵达台中青春港基地,当天除了士岛台陆军的空降与反空降演练,也将士岛在基地内新设立的爱国者导弹连, 此外蔡英文还将到恒春半岛东岸了财中科院九棚基地,是导爱国者和天空导弹部队的蓝写导弹科目,图为台防务部门发布的台军F-16冠飞解放军空6K照片, 来源,台梅此前据台梅报道,台空军司令部25日主动发布,解放军空6型机一批两架次于凌晨4时, 许飞,进巴士海峡后进入空谷水道,实施远海长航训练,台军再次声称,对于周边区域内,解放军军机航训动态, 军能早期预警,全程掌握,并有效应处,台梅则形容,解放军派军机执行要导巡航以飞新闻, 但以往军在白昼飞行,此次则创下凌晨起飞,在日出十分,飞抵台湾东部海域上空的记录, 而就在上周末,中国空军官方为国空军发布上传三张轰6K凌晨时分要台的图片, 并配玩周末赏西,早起的战衫,剩于2018年5月25日清晨。 近期,解放军空军已多次出动独行多架战机让被祖国保党,用战机航记账,两祖国的大好河山。 11日,解放军更是组织东部南部战区空军协同行动,出动空炸机,侦察机双向让被台岛巡航。 其中,苏三十五战机首次与空6K战机编队飞越巴士海峡,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,彰显了空军体系作战能力的新提升。 空军表示,保党在祖国怀中,祖国在我们心中,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,是人民空军飞行员的神圣使命。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请科大校表示,空军各级纸战员,牢记新时代使命任务,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,捍卫新时代空间安全。 空军还要按照既定计划,继续组织多型战机让飞台岛巡航。 空军有鉴定的意志,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,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海外网江书记 海外网江书记